很多视频说这个颜料YYDS 这个颜料真抵好用 我告诉大家不要再当冤种了 今天坦白举给大家伙一个黑名单 让大家伙去逼逼雷 首先来说这个鲁本丝 我就非常的奇怪 怎么这种东西还有人吹 虽然说我也不太想去攻击人家厂商 但是他做的确实不咋地 明明调出来的确实是你所需要的颜色 画上去之后也没什么太大问题 但是他干了以后 这两个颜色又分出来了 明明我想画一个非常稳重的暗部 他给我搞了一个这么蹦迪的颜色出来 就让我感觉非常的难受 那这里有用学会问 那不是挺好的吗 你看鲁本丝直接给我分层了 我这种分层颜料都可以不用买了对不对 因为一般来说 分层的颜料是我们用来做一些特殊机理效果的 因为鲁本丝如果作为一个分层颜料的话 他根本没法融合 就相当于你直接放了两块颜色在上面 但是一个正常的分层颜料的话 它是有一个主色分出来的颜色 它是和谐均匀的 其实鲁本丝的名字 倒是跟国外的一个牌子很像 它叫做卢卡斯 但是这个牌子它比较小众 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 卢卡斯倒还是挺好用的 就我发现好多国内的颜料厂商 很喜欢起这些国外画家的名字 让我们搞不清楚这个颜料到底是国产的还是国外的 并不是我从阳没外 国产的其实也有好用的 大家可以去找一下那个凤凰画材 它有一款颜料叫做毕加索 那个牌子其实倒还挺不错的 净价比比较高 然后樱花其实是一个性价比最差的东西 因为它既不便宜 而且又不好用 这个颜料它用起来粉质颗粒感太粗 有一种石灰水的感觉 画起来刚开始颜色看上去还可以 但是等到干了之后像是蒙了一层白雾一样 再来说一说它的价格 像这种小盒的这种一毫升分装的 它也要一百多块钱 甚至樱花的格子 比这个一毫升的标准格子要更小 同等价格像白叶 两毫升全块满满当当 那有的同学会问 我买樱花一百多块钱是36个颜色 我买白叶只有24个颜色 那我再告诉你 樱花的颜料用的会非常快 甚至有同学他就画了一幅非常小的风景 他买的樱花都能被他用出一个小洞来 白叶要搓出洞来 像这样子至少用了差不多快两年的时间了 那有的同学会说 我就不想用这种便宜的颜料 我就想有面子 有没有那种价钱比较贵 能彰显我这种贵族身份的颜料 有的 推荐这一款史明克的 大伙记住这个猫头鹰的标志 像我这一款学生级的颜料 其实差不多也需要个900多块钱 跟大家解释一下什么叫做学生级 这个学生级是不是就只能给学生用 这个大师级是不是就只能给大师去用 那艺术家级是不是就只能给承担亲用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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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他们本质上的配方是差不多的 只是大师级就会比学生级所含的色料浓度高很多 好 那么话说回来 一个学生级的史明克其实也是相对够用的 是不是非常的鲜艳 而且会相对比较透明 即使是这种比较容易画灰的棕色 它也会显得非常的透明 但是史明克的学生级还是稍微有那么一点点的粉质感 如果大家不喜欢这种感觉的话可以去选到差不多同类型的产品 比如说像美杰勒 还有一个就是赫尔拜因 这些都非常有面子 如果说有同学跟我一样是一个穷鬼 也想体验一下这么好用的颜料 那我给大家的推荐就是白叶这一款YYDS 非常省钱 90多块钱 24色全块 我的天哪 甚至你多花10块钱 再买一个这种小铁盒 这样看起来就跟刚才那个史明克看上去是差不多的 关键就是它这个全块非常耐用 性价比非常非常的高高到离谱 第一是从它的色料方面来说 像白叶它标注的是一款学生级的颜料 但是它的色料浓度已经达到了其他品牌的艺术家级 简直可以用妖艳来形容 甚至超过了史明克的这个颜色的浓郁度 虽然说这两颜色有点不太一样 但是单比这个色料的浓度来说 叶应该更胜一筹 那有没有既有像白叶那么浓度高 又像史明克一样有排面的颜料 当然有 这里再给大家推荐一款颜料 它就是来自美国产的丹尼尔史密斯 我们简称DS 它是目前颜色种类最多的一款颜料 包括基本色 一些灰色 矿物色 荧光色和特殊色 一共有四个系列 不需要买全 挑一些自己喜欢的颜色就可以了 基础色在一系列 12到24个颜色之间就行了 像一二系列一些基础色价格差不多在35到45块钱区间 一些特殊色可能会稍微的贵一点 比如说像矿物色 它会含有一个这个P的一个标志 价格要至少55块钱以上了 当然还有一些更贵的既是矿物色又是分成色的一些颜色 它可能价格要到90块钱左右了 如果你全部挤在格子里面 差不多也能挤满两毫升左右的格子 甚至还有多的 因为这个是膏状干了之后 它会缩小体积 也是目前为止从颜色上面比较完全 从价格上面相对比较合适的一个品牌 到这里给大家复盘一下 如果大家想要用的有面子的话 就选这个史明克就行了 如果大家想要性价比高买的便宜 咱们就选白叶就可以了 如果大家两样都想要 选一个这种目前来讲所有性能最全的 大伙就可以去考虑DS 好看到这里大伙应该知道自己心目中想要买的颜料是什么 但是具体买多少选多少颜色还是一个疑问 像什么12色24色或者是36色或者是更多颜色 不知道该选哪种 我给大家的意见是12色到24色 基本上颜料就够用了 那有的东西会说我买个红色黄色蓝色再加一坨黑色 我也能把所有的颜色都调出来 这种方式从理论上是可以的 但是从实际出发颜色每两两相加一次 它的颜色就会变灰一点点 你想要一个橙色对吧 那你就只能用红色加黄色 那么这个橙色对于黄色来讲 它的鲜艳度就下降了一点 对于红色来讲也下降了一点 整体来说这个橙色就不如直接买的那个橙色鲜艳 如果你需要一个比较鲜艳的橙色 那么你调出来的那个颜色永远也达不到那样一个鲜艳级别 那为什么说我讲12色够用 这里大伙可以做好笔记 比如说红色咱们至少需要两个 一个大红稍微偏暖的 一个芡草的红色稍微偏冷一点点 这个芡草红色可能大伙不知道是个什么样子 我给大家也做一个范例 它就是有点接近于品红或者三元色里面 那个很标准的那个红色 黄色的话也需要两款 一个是柠檬黄 还有一个就是土黄 因为像一些什么淡黄跟中黄 其实可以通过加入少量的红色 能够调制出来 像橙色系的橘红橘黄都可以 那么绿色系的咱们也找两个 一个是浅绿 一个是墨绿或者是那种青绿 蓝色系像湖蓝或者是天蓝都可以 还有一个就是稍微偏冷一点的蓝色湖蓝 而紫色系紫罗蓝加上青年 灰色系一个稍微浅一点的折石 一个稍微深一点的褐色 最后再补一个黑色完事 像这些颜料无论你是管彩还是固彩 它都是可以的 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很多同学他会喜欢宫崎骏老师画风 这里有一款宫崎骏他们吉普利公司 画那种插图或者是动画风稿用的 这个牌子叫做尼克 我买的是他的卢米系列的有意思的莱拉 就如果一个颜色明度很高的话 也就是它很亮的话 它的纯度就不会太高 但是有一个特例 荧光色 不仅明度高 而且纯度也高 像这种荧光颜色 你大概买三种颜色就可以了 一个是这种荧光红 一个荧光黄 再加上一个亮的令人窒息的这种黄色 一罐差不多五十多块钱 虽是贵了点 但是我用了差不多四五年了 还有这么多 它基本上能传给下一代 五十块钱买一个传家宝 你说岂不是很值 那么说了这么多 颜料终归只是我们绘画当中的一件武器 想要画好水彩 还需要具备非常充分的色彩理论知识 以及调色配色 怎样叶加色成 如果大伙想要快速的学好 有关水彩方面的知识 画出精致无比的画面 都可以通过主页联系我 关注一川水彩 带给你不一样的色彩小技巧 我们下期见 拜拜